各位好 今天呢我们开始讲一个完全新的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因为我最近在写一本书 这本书呢叫做跟着王寿之看西方艺术 这本书呢是一本散文的形式 也就是说它是用好像我个人的观感这样来写 但是看画呢我会讲到很多这个画家的本身和这张画的意义 那个所谓的那个牌法呢也不太一样 因为我不是从这个西方的绘画史从头讲到尾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西方艺术史呢两种啊 一种的是西方艺术史像这个我们大家看得惯的这个 公布里希的或者是早一点的艺术的故事房龙的 这些书呢都是从那个洞穴里面的这个 尼安德特人时期的绘画开始算起 从这个现代智人的绘画算起 那个书很长并且当中有很大的篇幅 讲到文艺复兴啊 讲到等等这些时代 那个跨度太长 那我觉得我如果是这样写的话 这本书呢第一个是很雍长 第二个就是这本书 会和他们两个人的书 像跟房龙的书 特别是跟公布里希的书 有相当多的重复甚至模式上也都一样 所以呢我希望讲一本的那个 不太一样的这个这个艺术史 那么这本艺术史呢可能好像是我 我个人的自己的一些感受 那么所以我把这本书叫做这个 跟着王寿之看西方艺术 也就是说让大家跟着我去看西方艺术啊 因为我这些年以来一直在做设计的理论 但同时也做这个艺术的理论 的确是看过不少的很好的作品 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有能力 也有这个资格来写一本这样的历史 但是不想把它写成一本理论书 是写成一本像游记一样的书 但这里面呢我们会讲是一些 大家真是有兴趣的画家 那么大家说那你从哪儿想起呢 我告诉大家呢 我有两个基本的原则 第一个基本的原则呢就是 我这部历史呢是一部西方的艺术史 所谓西方的呢也就是说我们不讲东方的 包括不讲中国不讲日本不讲印度 这几个我们都不讲 那些东方不讲 甚至这个中东地区的不讲 比方说伊斯兰教的文化 那个我们不会讲 我们讲的只是在欧洲 所谓西方就是欧洲 因为如果要讲到美国的艺术史 那都是在美国应该说是18世纪 那美国历史才有它的面貌 好像哈德逊和哈德逊和 哈德逊和画派形成 我们才有资格给美国说 美国的艺术史和西方的有所不同 以前都受英国影响很大 所以美国艺术史非常短 但是到后期呢 美国艺术史呢会讲的比较多 因为美国艺术史它里面包含了一些 非常重要的内容 比方说这个当代艺术的 很多的主层部分 像观念艺术啊 或者行为艺术啊 大地艺术啊 这个都是由装置啊 这些都是由美国开始的 甚至波浦 美国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在那个以前 在抽象表现主义以前 美国的作用不大 那么这个是我今天会给大家讲故事的第一段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是一个西方的故事 西方故事从什么地方算起呢 我估计我要开始讲的这个算起的时间 应该是从大家知道乔托 这是意大利的一个文艺复兴时候的画家 那为什么大家说 王老师你选乔托作为第一人呢 就因为乔托在整个西方的艺术史上 大家都把它叫做这个古典时代 中世纪的最后一人 The last man of medieval ages 就是长达两百年的黑色时代 中世纪到乔托告一段落 有些人呢说他是文艺复兴第一人 The first man of renaissance 就是他一个交接点的 我看一下整个的艺术史 跑了很多次博物馆看 乔托的确是被大家是认为 中世纪他最后一个 但是他也是文艺复兴第一个 虽然他的画家比起后来的那些画家 像达芬奇啊米开朗哲罗啊 或者是拉威尔啊 或者是提香啊 或者是甚至是北 比较稍微晚一点 像北利尼啊 像这些人啊 他好像显得比较幼稚一点 但是他的确打开了一个人文的时代 所以呢我们把他叫做 这个文艺复兴第一人 那么我就说从乔托讲起 那么从乔托讲起呢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因为从乔托开始呢 我们的文艺复兴就可以展开 并且呢 就讲起来呢 大家都会很喜欢 就是这一段的历史啊 它是非常有趣的 那么这本 我写的世界线 我跟着王寿志看西方艺术 那个 这本书呢 它有 我大概估计写一百个画家 那么现在我写了多少呢 就是 因为我在最近这个时间呢 这个断断续续 所以我大概写了 有十来个画家左右 但这十来个画家 也都很丰富 就是慢慢写 我现在已经写到了这个 弗莱蒙画派 也就写到比利时了 已经从意大利开始往比利时写了 那么往后就逐步逐步的推进 那么大家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就说王老师你准备把这个 跟着王寿志看西方艺术史 大概写到什么时代呢 我说我写到的时代 大概应该是写到这个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我会有一两讲 讲一讲当代艺术怎么回事 但是不会细讲 但现代艺术呢 我是会下很足的这个功夫去讲的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计划 当然一个计划要完成呢 这是一个 好像万里长征第一步 对我自己来说 好像这条路很漫长 因为要和大家每天去讲一段 或者是每个礼拜去讲一段两段 讲一个画家 这比较困难 第二个呢 就是我在这里 讲的时候没办法给大家看的一张图 所以这个也靠我们的那个小团队啊 帮我呢 就是根据我提到的这些话呢 能找到那些图 如果有那些图 也有我的这个讲解 那么大家呢 应该呢就能够了解的很多 那么第一批的讲呢 我这个是分了几段的 第一个我们就说是 第一大章 我把名字叫做暗图说记 暗图说记其实就是讲 我怎么跑到意大利去看文艺复兴 因为很多人贪图方面 到意大利看文艺复兴就跑到罗马就看了 或者跑到米兰就看了 其实看文艺复兴还有几个地方你真要去啊 这个首先就是佛罗伦萨 这个佛罗伦萨 这是摇篮呢 如果你不去看乌菲兹美术馆 乌菲兹 你基本上在等于一多半没看见 所以这个非得去 所以这是一个构造 还有一些小城市 像西亚纳 西亚纳 这个城市是早期很重要的一个文艺复兴的城市 当然还有一些山城像 阿西西 这个 波托瓦 波托瓦 这个这些都得要去看 那么这就是早期文艺复兴的一个地方 然后跟着你才是看 这个全盛期的罗马 就梵提纲 或者是看这个米兰 就是很多艺术家在里面工作过 把这两部分看了以后 你对意大利 然后当然还有米兰 后期主要是威尼斯 你要这样看的话呢 你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绘画 艺术 你才有一个了解 所以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把它第一章叫做按图说记 就是我们按照它的规律来看 那么如果把这一段看完了以后呢 那我们就开始 那么我们第一个呢 是先讲 我怎么去威尼斯 第一个 所以第一章的这个名字叫做飞入威尼斯 那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说 好家伙 我现在开始另外一个系列的讲座了 叫做跟着王寿之看西方艺术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节目 谢谢